以后额外的利息是bonus 是额外上的赏赐给我们的 然后他说什么 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金框的 什么叫金框呢 金框就是可以骄傲致满 金框就是极为了不起 很多人金框人生 以为人生但靠自己的努力和成就 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不是的 所以一定要身体好 我们能够夸口什么 圣经说马罗说 心里人不同的事情 他经常去保养 他等于学过主的很厉害 若是领受 我去看我 听听听 彷彿不是领受的 真的 在永恒神的面前 我们没有可夸的 因为一切都是上帝所复的 我们都是一个领受 命运俱定的 所以这里说 但其中所精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功 我们便无非而始 现在是道路 就算我们夸口 能夸的 只是很短暂的 一瞬间 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就是很悲 很悲观 那我们人生的盼望是 第三节上帝已经说了 唯有归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归回到神面前 我们把他没沟通他 还有 我们只是听 他不跟我们没沟通 他去完毕了 没人 我们不见到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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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也不见到神面前 我们不见到神面前 我们不见到神面前 这种感觉 最后能夸口 负责 我 你不见到神面前 你为你 你不见到神面前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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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像性有神 只会给礼物 给我们好处 上帝赐给我们生命 祂对你的生命 你如何过日子 祂是有要求的 有一天我们回归到神的面前 神 你的日子过得如何 不要过一个无神的人生 因为一个无神的人生 就是一个为所欲为的人生 有一天神都会神问 第十二节说 求你只叫我们怎么样 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所以我们要常常祈求 神啊求你给我一颗智慧的心 数算我们的日子 不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天到死 不是 而是说在我们有限人生 岁月当中 应该去想什么 应该去纪念什么 弟兄姐妹常常问一下 我们每天常常想的最多是什么 记得的最多是什么 你算的最多的是什么 保罗说 不要数算别人的不是 不要常常记得别人的恶 不要常常算别人对你的困窃 我们应该数算上帝的恩惠 上帝的恩惠 上帝的恩惠 我们也不要离乎今生短暂的事 因为我们今生在神眼中的恩惠 只是夜间的一个恩惠 我们要顾念永恒 好像眼中肉眼看不见 但是却是最真实的 但愿从今天十天里面 再一次像个警钟样 抄行我们 你真宗弟兄已经在神了 那我们呢 我们怎么过我们人生的日子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很心来祷告 是的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我们要在一次谦卑在你的面前 在我们忙碌的人生当中 你借着这个机会 再次用你的话语提醒我 我们人生的日子 究竟过得以后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领我们 求主你的智慧 来牵引导我们 来牵引导我们过每一天 在你眼中 看了美好的日子 也求主帮助我们 也求你的安慰 比如在张班 还有女儿 和他们家人的心中 让我们带着一个 一刻的盼望 知道 有一天在你里面 我们能够想着 我们在永恒当中 享受你永恒的安心 我们感谢 奉祭耶稣基督的 好 接下来我们同唱 一首诗歌 安稳在耶稣手中 让我们一同站立 安稳在耶稣手中 安稳在主怀里 因主持爱唱福音 我临天没安心 我要问天使歌颂声 使我快乐宽敞 和神龙扎容美的 荡漾避雨海上 安稳在耶稣手中 安稳在主怀里 因主持爱唱福音 我临天没安心 第二节 安稳在耶稣手中 再无忧郁避雨海 不怕 你明明不知道 不怕世界的游户 不怕罪恶情罕 脱离了一火恐惧 脱离发恼有情 就是不怕 他也没有命啊 他也没有命 知道啊 就是 他不是那种 是一远那几地 不是那种感觉 你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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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稳在主怀里 安稳在主怀里 因主持爱唱福音 我临天没安心 让我们听事情谈出歌 我临天没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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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问题是这个遗憾的是 他这一辈子 他想做的事情 没办法做了 对吧 这人他一开始使人 背后空气了 七十几八十岁的话 然后这样突然的话 我临天没安心 我临天没安心 他一开始使人 我临天没安心 我临天没安心 对了 我临天没安心 这人 metal 男 hats 最后一会儿 至于 Jack 等到天青春 出光 早日 他一眼那儿 就会工作 安稳在耶叔手中 安稳在主怀里 他好像满心一刻 满心一刻 满心一刻 我跟他没有当初的天悲安心 家里的钱对他老婆管 管着投资那里面行 这投资也没管那么钱 是谁 这是他的童谋 李真忠弟兄 1966年4月28日出生于山东张丘龙山镇大城后车 能干的父母生了四大金刚 李真忠排行第三 他从小与聪明文明相语 尤其擅长数理画 十六岁参加高考 数理画当初是第一 文不及格 却依然考入了山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是村里第一位大学 身中二十岁大学毕业后 在外国计算机公司和其他行业的公司 人称李总 2005年初移民加拿大 2006年 学家来到了爱德门 来到爱城后 李真忠一直从事金融投资行业 工作中 老李坚持绝不能对不起他人 2006年 学家前往加拿大后 中国公司逐渐不再经营 老李深感对不起股东们 就把自己在股市里赚的钱拿出来 把股东们的本金全部送回去 基于对投资的执着 他建了好几个钱 他录制节目放在YouTube上 分享心得和理念 生活中 老李是为人随和 也很豪爽 愿意帮助他人 和朋友一起吃饭 他总是想着付账等那一位 带着妻女出门 他自我定位的就是拎包付款 当逛了李总的牢里 到了加拿大后 也不得不回上围裙 参与家庭厨房的事工 所以每次远方回来的女儿 为远方回来的女儿做饭 也纳入了她的一个日程 给女儿做山东老家的杂肉松 是她为女儿准备的大礼 老李极其孝敬 老人生日一定送上祝福 生活费也一定要定期的 给老父母寄出的 老李对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 极其认真执着 比如90年代初 妻子开着西买的木栏 摩托车上街 行至中途摩托车罢工了 见人查看 才知道原来没油了 到接到妻子的电话后 她立马带着一桶汽油来救援 从此加油成了老李的第一要务 每次开车出门 每次开妻子的车出门后 回来都要把油加满 插回来 自己的车也永远是满油的 常对妻子问的是 你加油了吗 出门旅游 老李喜欢摆各种滑稽的动作搞笑 一搏是你的开心 为此 尽管常常被标签为真傻也不介意 不过以聪明绝顶致谁的老李 只有在此时此刻才对真傻一词 有接受能力 老李的聪明好学是毋庸置疑的 有一个考证叫 Canadian Security Institute 总之叫CSI的认证考试 老李近50岁的年龄 以智学就完全不完成通过了 老李对老李来讲出门带书是正常的 反正是不正常啊 喜欢买书长书 当然有些书买了你也没看 出国前他买书后 爱看书的愿望 扶着来看书 老李对运动政生也有独特的爱好 一大爱好就是真伤拿 疫情期间因为出去呢就买了一个伤拿房 放在家里办公室里 家里的办公室里 每次上来后那就是变定流水 老李练过拳击 喜欢打太极拳 后来还练律家 陈陛下红志要创立大嘎的门派 可惜壮志未愁 老李于2009年决志信主 在爱德蒙顿 他被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包围 尽管老李一直不喜欢爱德蒙顿的漫天飞雪 依然一直留在爱城福音堂弟兄姐妹中间 他最喜欢的事就是大家一起泡沫 通过美食和唱糖国际大事来享受主爱 老李于2022年3月60下午 因新疆病出发 安息出发 在区医院的路上 他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以后一定坚持一起去教会 有可能吧 他刚说的复发 对啊 所以他应该有这个事情 各位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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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整中弟兄的家人 亲朋好友 我是刘心华 和整中弟兄呢 在一个团体小组 差不多十三四年了 我平时是一个律师比较冷静的人 你说在这个国外如果没有教会 或者没有组织的话 这样走了都没办法 拿到手机起来 真的都没人管 手机上就弹出了一条信息 从教会群里面弹出一条信息 一枕中的弟兄复发心脏病不信律师 我异常的震惊 师生的大叫 瞎得我的太太从沙发上去一下就站起来 太意外了 太突然了 我实在不能相信我的好弟兄 整中已离开了我们 不久前我们还在线上交流 他还有好多的红图大字 正在成画和实施当中 我和整中 大约相似于2007年的夏天 那是一次我们少年团庆 在大学后面的 I'm in Murphy Park 的一次户外的活动 整中弟兄那天晚期时候呢 过来接女儿 所以我们见面就认识相互的介绍 他叫李整中 我叫刘兴华 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位弟兄还是姊妹不记得了 脱口而出 他说你们两家的一块儿 就是整形中华 所以 一或是 神的安排 或是缘分 我们一见如故 不久以后 教会正义牧师 成立阿尔法小组 我和整中弟兄呢 我们都来到同一个小组 一直到今天 整中弟兄 他非常的聪明 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聊得特别的投缘 他很见他 他说他来自国内的高校 学数学专业 指导研究生 博士 从事个教育培训 他现在 对金融投资 有相当大的兴趣和热情 也是他今后 准备努力发展的方向 当时 我就觉得这个弟兄 太聪明了 前学生说过 天才学理 地才学工 人才学文 理工之难 难在数学 可见 搞数学投资 这些人都是极其聪明的 精英级的人才 才能搞得了 所以整中弟兄 就是这样一个人才 每次和整中弟兄聚会 见面 都会聆听他 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式 特别是经济 投资的形式的分析 和他独到的见解 受益良多 他说大到自己 他把复杂的投资模型 简化成 总结成简单的菜市场法则 创立了股市返华 能动舆论 帮助了很多投资人 他常在投资圈的讲座 做主讲嘉宾 以及是华人投资圈的 大卡比人 整中弟兄 非常地仍爱生活 尽管他很忙 但我们团企小组的活动 他都特别地喜欢参加 这个有一次 有一年的夏天 我们嘉宾的团企去 加斯科刊品 整中弟兄 他忙前忙后 皮财 洗菜 生篝火 样样能干 还有一次我们在老丁 震惊他们家的农场刊品 我们团企一大群人去活边钓鱼 整中弟兄因为没有鱼症 不能拿鱼竿钓 但他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忙 他负责运输鱼 谁上鱼了 他就跑过去到湖边上去取鱼 再拿回岸上的桶里 他忙上忙下 跑得满头大汗 但非常的开心满足 但每次我们破的那 吃饭的时候 他总是牵让抬到最后一位 这以前的一抹一抹的情景 这一周以来 总在我的眼前浮现 像放电影一样 挥之不去 整中弟兄非常的爱神 在我们阿尔法小组成立不久 有一次在我家里和小组的聚会上 当时郑牧师正师母也在我们中间 大家都聊得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到位 这个时候大概是一位姊妹就问弟兄 说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 整中弟兄回答 我愿意相信 于是郑牧师就带领整中弟兄和另外两位弟兄 一起做了别字祷告 我深刻的感到在整中的心在神的面前是柔软的 那天晚上小组的弟兄姊妹都特别的高兴 喜乐 尽管由于整中弟兄他工作上有时差的原因 不能经常的参加教会的活动 但每次见面都能够看到弟兄眼上非常喜乐的表情 他跟我分享说 神主宰一切 投资也一样 播种在神 收取也在神 他说 做事并寻求神的指引 神要成全 看似不经意的投入 却又出乎意外的生活 有时候靠自己努力 费很大劲 研究的成果 最后可能收获甚美 整中弟兄 他真的是相信神 依靠神 爱神的人 整中弟兄的冲冲离去 使我们很心痛 很难过 我们不明白 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让整中弟兄离开我们 让我们在地上 使用一位亲爱的弟兄 我们舍不住 但此时此刻 只有神是我们最大的爱 主耶稣完全能够体会 我们提起他们家人的心 他们的悲伤 他们的难 神是连绵的神 我们更知道 此时此刻 弟兄已经回到了 那真正的美好的 永恒的天下里 我们确信有一天 我们会在天堂再见 感谢神 阿们 这是春年 对啊 是 15岁就搞大学了 对 12年大学 13年大学生 20岁毕业了 因为今天 大家知道我是谁 没什么意义 20岁毕业 20岁毕业研究生平 我是想要给大家 展示一下我眼中的义镇中 首先我看到了 圣评里面写到有这么一段 说他为人随和也很饶爽 愿意帮助他人 是我完全同意 但是呢 我觉得他表达的不够全面 也不够准确 不够到位 我觉得应该加上自己的 他还是因为很有耐心 很有涵眼 很懂得尊重他人的 要说这点呢 我看还是要从我们两家 认识开始说起 记得那是19 2007年的夏天 我们刚刚登陆不久 我们就住在Downtown 那个地方叫英国屋的园区 当时他的女儿呢 余力和和我女儿 刚好就在同一所学校 那么这样一来二往呢 就认识了 但是我们刚刚登陆大家都知道 我们没有车 我们两家又离得近 所以他对我们的帮助 那就是手不胜手 记得有一次 我们两家的女儿要去西茂 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的一个活动 他就在那里整整的陪了一天 可见他的耐心了 他的涵养 我想用一件事来表明一下 那是我们 因为来了第三天 我们就到了福音堂 可是还没有结智那时候 但是我们心里就已经觉得 这个组是很好的 从心里其实已经接受了福音 所以我们就给他们家传 也算传福音吧 虽然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 应该是第一次传福音 小白 他们俩就很明确地说 我不信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但是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他从来也不会跟我们争辩 也不会用什么大道理来再说服我们 什么什么的 表现出很有涵养的一种 这个涵养 也体现着他 对他人的尊重 他每次我们 我们每次上去见面的时候 我们因为我们两家女儿也喜欢唱歌什么的 所以兴趣爱好也比较伤 所以我们聚的比较多一点 每次相聚他都称我为 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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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些人会说这仅仅是客套吧 但是 对我来说 绝对不是 我事事都是有情于他的 他何必对我客套呢 而且 也没有必要客套了 因为都很熟了 他就是叫得我很开心 所以什么呢 我在家里 我在家里 我哥哥姐姐妹妹都有 像并且有弟弟 这下补习了 所以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 他这样称呼我 绝对就是从心里 表现出的 对他人的尊重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感觉到这样 我想他对每个人都应该都会是这样 这是我分享的理解 第二点 我也是看到 他的社会里面说到这样子 他是一个坚持 绝对 绝对 绝对不会对不起他人 这个 那让我表达就土一点就是 我就是认为他是一个很仗义很厚道的人 在我们交往中 他就是经常的聊起 他以前在国内开公司的那些 应该说是非常辉煌的一些事情 但是在聊的过程中 他念念不忘的就是 每次都不会不提的就是 他现在欠了股东多少多少钱 他没有说别人欠他什么 他记住的就是欠了别人欠了别人欠 我想大家应该能看出这是一种厚道吧 仗义吧 然后有一年他就挣了很多钱 多少钱我不知道 他每次跟我说的就是 我把股东所有的钱 全都还了 这下我再也不会辜负了 股东们对我的信任 每次都说的 每次都说的 那年高兴得真是不得了 三方有一次都提醒他 你有没有想到老陈会烦呢 每一次都说 我每次都回答 可是他还是每次都说 可见他有多高兴吗 我相信可能他也没看到我烦 所以才会每次都说 OK 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在我眼中 眼中还是一个满怀豪情的人 这个我觉得从他的生平里 可能也可以看出一点吧大家 23岁留校 是大学章老师 26岁下海经商 这样的选择我想 我想如果是说无大致的人 肯定不会做出这样子 他常常对我讲起他那些 辉煌的创业史 这个可能我们从国内来的也会有机会吧 当雨种的人 总是会有人为他拎包的吧 说起来神场飞扬 所以我从中也能感受到一些 也能感受到他是那种 那种豪情满怀的人 最让我能感受到他的豪迈性情的 是他最爱唱的一首歌 我想我想我想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同意 就是说从一个人的歌声里 应该可以听出一些他的行声吧 还有他的一些性情也会有些反应吧 当然可能一些商业演出可能也不一定了 但是他是不爱唱歌的人 我们两个女孩经常 我们经常在一起唱歌 他唯一爱唱的就是这一首歌 这首歌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他的他的那个性情得到了极大的触发 为什么别的歌都不爱唱就爱这一首呢 还一首 我想肯定跟他的经历 会有许多的共鸣 我做了一个视频 等一下我会放给大家 视频里有两张照片 这个照片的故事 我也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2月14号是我的生日 因为今年疫情的情况呢 我就 我就没有打算邀请任何人 来一起过生日 但是他那天 这有段照片 他那天就给我打电话说 非要给我送生日礼物 非要给我送 从东北角 要来到西南角呢 给我送礼物 那我无法拒绝啊 送礼物 那我想 我再不懂事的话 我也不可能把 把礼物收了让他回去吧 所以那天他就是我 唯一的唯一的 就这张照片 就这张照片 没想到 没想到 还能绝照 那边他来了以后 待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因为那是礼拜天 下午 下午六点半的话 他说 哎股要开市了 你一定要回去的 那就是六点半以前 就这样感到大的 我不可能耽误他的正事了 所以 就待了两个小时 不知怎么聊 中间聊聊聊 他就很中肯的 对自己的医生做了一个 说自己怎么长怎么短 他说以后 要延长避转 我当天呢 就觉得 就只是觉得 他总结得很到位 有没有多想 这里我还要想分享一个细节 就那天 那天其实他看上去 不是特别开心的 照片会觉得 可能有点 笑得不是 笑得不像以前 那样子爽了 那样子豪迈的笑 他以前每次 我们一家去的时候 他总是笑眯眯的 笑容没有离开过脸的 可能这些真的不错 但是呢 我也没多想 像什么压力大了 或者这一股事业不好吧 但是 中间聊聊聊就提到了一个是 就是说 哎我们前不久去了 去了开口 见到了正义牧师 接着一句话 一下子就 就神采飞扬起来了 说很多 所以刚才刘静华说 他正义牧师 不是他的决志 是帮他做决志的牧师 我一下子听了 所以我就懂得了 后来临走的时候 临送别他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的教会 现在已经成熟了 所以可以就是 你要控导 控导 不要把 教会见到 也方便 所以刚才 刚才静华师说 他之后跟 跟张范说的一句话 就是要坚持去教会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 所以 我觉得 我说 今天是圣灵人 应该明白 他为什么这样说 他当时感觉说 好 所以 所以 那些张范跟我说 他最后一句话 说的就是 以后一定要坚持去教会 我的心里 就非常的非常的安慰 我就想到 主 就是主一直在 在他的心里 提醒他 要去教会 最后那一天 就是主对他的召唤 召唤 他的回忆 就是这个 我一定要坚持去 没想到主 直接召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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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 直接召唤了 我们 我们在世上的人 当然是悲痛 绝对是悲痛 不舍 不舍 人之残情 可是他在主那里 得到了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那我觉得 我觉得 我更应该 为他庆祝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我觉得 我觉得 主的安排 那些为什么 就安排他来到我家 来到我这里 这个生日 这个生日 这个生日礼物 是给他准备的 庆祝他的重生 我觉得 其实我 不是很喜欢过生日的 我觉得 生日 没有特别 而且我觉得 真的在这个世上的生日 现在对我来说 作为基督徒来 我觉得 那很经常 但是 但是他重生的这个生日 我觉得 那 比什么 比什么都正经 OK 讲了半天 还没讲他爱哪个歌 他最爱唱的那首歌就是 《苍海一声笑》 我就想放这首歌 如果大家一起的话 我还想 我还想跟他一起唱这个 里面有原唱的 原唱的 不是我唱的 为什么要放原唱 其实我是想自己唱的 这一周 其实这一周 我都没有上班 其实那个第二天张康说 你就去上班了 我回去我是想去上班 但第二天起床以后 我觉得 我不适合上班 我的情绪已经不适合了 所以一天一天的说 就是到了 但是刚刚讲的 你就把这里他都修了 都不上班 因为一切也是 因为 因为如果说 脑子笔不停地想吃 我做的那份工作是 不适合这样的状态 去上班 有一定的威胁性 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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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在家 就 竟然唱了一首歌 我就跟这朋友说 这是 你当中最喜欢的歌 说完以后 我就没法唱它 我一唱它就哭 他一哭我就没法唱 你哽咽了没法唱 所以这一块石头 就一直压在我 压在我的心里 所以我今天想 得到大家的允许 我在这里唱这首歌 我希望把这块石头 能丢出去 就想借这首歌 就想借这首歌 为我的弟弟 这父弟 你跟中送情 愿他能够 带着笑容 轻松上路 投入天赋的反报 也愿 但这些 留在世上的 亲人们 能笑对今后的人生 因为 在这个世界上 那里也有句 叫 谁胜谁父 只有天赋道 就只有天赋道 世上的一切 就只有天赋道 天赋自有安排 啊 像我们这样的 我们基督徒 最大的幸运就是 可以完全地交脱 交脱给我们的天赋 今后 今后在我们在今后的路上 这上歌里也有句 留下一点豪情 吃吃笑笑 唉 她 吃笑 就吃笑 就睡了 了 嗯 嗯 看 幸福 这也是他的好朋友 对,比较轻轻,接触比较多 最高的,一刚我们来看的都是 是女儿一直长大的 对 最容易接触 生日过去 这些就是生日当中比较密切的 有干净的 没睡 一起做好 没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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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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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